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受伤 严重被送往医院 最终不致身亡 监控显示 事发时该轿车通过路口时突然失控 先是向左偏 后又向右滑 最后撞到路灯 穿过隔离带停在绿化带上 据警方调查 事发前一分钟 男子与其女友在用手机微信聊天 男子报给女友的最后一句是有你真好 过那一 夜到五月 我国已完成器官圈线2459例 实施器官一直手术7559例 与今年第器官圈线数将突破6000例 二受连续暴雨影响 甘肝试取 近日陆续发生山体滑坡 造成白龙江水位上涨 当地紧急疏散 转移2300多人 三 广电纵局 鼓励英雄烈士题材作品创作播出 并明确对侵害英雄烈士权益违法行为的监管职责 四 普及帆船事故遇难者中有7人的遗体 已运送回中国 31人的遗体已在普及完成火化 其余的也将在当地陆续火化 五 近日 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国家虚拟仿真实验缴学项目 让网上做实验和虚拟做实验成为现实 六 美国商务部解除对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诸售商品的建立 允许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恢复营业 七 第5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罗马尼亚举行颁奖仪式 中国代表队一四 金两银的成绩夺得团体第三名 八 中央环保读查组对河北 河南等10省区开展回头看读查 约谈问责超过7000人 国际一 泰国官方确认凤凰号造船厂没法经营 批捕船主 工程师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显示 此次事故与林园团无关 二 巴基斯坦13月发生两起炸弹袭击 其中西南部一竞选活动现场 遭遇刺杀式袭击 至128人死 约150人受伤 三 联合国大会补选冰岛 为联合国人选理事会成员 以填补内国商科员 退出该理事会留下的空缺 四 联合国会员国旧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最终能本达成一致 这是首份涵盖国际移民各方面问题的综合性政府间协议 五 俄美两国领导人将与莫斯科时间7月16日 在芬兰总统佛开启会晤 双方将一对一进行会谈 六 因不遵守国家中央银行法规 柬埔寨国家中央银行上半年关闭50家违规农村期待机构 七 截至13日 日本西部洪水灾区 确定死亡人数至少204人 遇难者多为60岁以上老人 八 一 巨型冰山 三 今日飘到格林兰岛西北部暗爹 一旦冰山崩溅 可能会引发海啸 社会民生一 成熟员苏小猫自杀案最新建展 其女友在欣欣回应称非常痛苦 会永远记住她的好 离婚要1000万是未赌气 二 合肥查出45座假公交后车停 市城管部门表示 不分析广告公司建造 将尽快拆除 三 安徽一男子 四年前杀害前妻后来世荒野 四年间冒充前妻与家人联系 目前 该男子已被警方抓获 四 和被梁女子 因汽车和电动车几靠巴生口脚冒与打斗 目前 涉事女子已被依法拘留 罚款 五 深圳一住宅凌晨着火 以女子昏迷在厕所 着火因电脑充电引起 该名女子目前无生命危险 文化体育一 比利是二比零生命格兰或世界杯季军 创备是最好成绩